那因為他們那邊人比較多 所以他們搶工作的機會應該也比較競爭對不對 確實是比較競爭 周圍的朋友他們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會為了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不擇手的事情 就下班以後啊 然後可能會跟蹤主管回家 跟蹤主管 對 我回來的時候 我去我們家的那邊的區公所去辦事情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這些東西 我要準備什麼材料嗎 材料 對 那什麼東西啊 那我要搬木材過去嗎 不是不是不是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斜坎小青年 我是德爾克爾 我們今天歡迎的是洛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洛晨 聽說你是不是在大陸工作 對 我在大陸前前後工作差不多10年了 10年 這麼久 那你去很久了耶 對啊 從2009年 然後到今年這樣 嗯嗯嗯 那你在那邊是在哪一個城市嗎 因為他們不是很地很大 有很多城市 是 那我一開始其實是在上海 然後 那很熱鬧啊 對 上海是個超級大的 展望 對 好玩瘋了 哈哈哈哈 沒有也沒有玩瘋 對啊 然後是後來到寧波 嗯 對然後又後來又回來台灣 嗯 然後又在2013年的時候又到了深圳工作 那你等於是跑來跑去耶 對 因為他們雖然地大 可是雖然都是大陸 可是應該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不同的方式 生活方式對不對 有耶 它也滿多的 嗯 就比如說 呃 像 深圳的話 會比較多一些 呃 所謂大陸 內陸的人會到那邊 所以他們的人會比較雜 那上海的話呢 也是也是滿多內陸的人到 但是他們都會比較是屬於那種 呃 上海周圍的人 嗯 就周邊的人 對 城市過去 然後還有是 東北的人 東北的人 對 那你在 大陸工作這麼久 那你那邊薪水待遇好嗎 呃 我覺得是因人而異啦 看你是怎麼去談 其實我後來的這個工作 其實薪資 並沒有到 太好 嗯嗯嗯 但是比起在台灣的話 其實已經算是好很多 嗯嗯嗯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看你要去跟你的公司去談 所謂的就是 一些公司的福利 以及一些像 是在台資公司的話 你可以談到反台價的部分 就是要看怎麼談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你談得好 可能就會待遇會比較多一點 或者是 我聽說好像有人也可以談到說 比如說 每個 每年可以回來台灣兩次 然後那個機票也是公司出的對不對 對對 那 像我的話 我是談到就是說 呃 你一年的話公司可以給你就是 來回機票 嗯 哇 很多耶 然後還有就是 呃 每一次回來的話 你的假期 可能是呃 7到10天 哇 所以那算是等於是年假嗎 呃 不是年假 年假 額外的 對對對 哇 那其實很好耶 非常好啊 嗯 如果你在大陸的話 你在 陸資企業 或是在其他 其他美資啊 美商 或是 陰商 或日商的話 其實沒有這種福利 那你在那邊那麼久 你應該有在台灣工作過 對不對 對不對 有耶 其實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在台灣 呃 從念書的時候就在台灣打工過 嗯嗯嗯 那你覺得兩邊的工作環境 或者是文化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應該有很大的差別吧 其實我覺得就是工作的地方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嗯嗯嗯 對 那主要就是說 你在台灣就是台灣人嘛 嗯 大陸工作就是大陸人嘛 就是常常聽人家去大陸工作 你都會說 大陸人工作比較有狼氣 就他們競爭好像比較激烈對不對 確實會比較激烈 而且就是 呃 大陸人他們做事態度 會比較油膩一點 嗯 然後他們會稍微的 比較不擇手段去 達到他們 要的目的 嗯嗯嗯 就是跟主管拍馬屁 是嗎 對 我是覺得台灣人會比較聰明 嗯 然後一點就通了 然後會比較聰明 做事比較有效率 你知道嗎 是的 因為我遇到的 遇到的大陸的同事 或者是說 我以前以下大陸的員工 嗯嗯嗯 就是會比較難去教 嗯嗯嗯 但是如果是相對是台灣人的話 就是你跟他說什麼 他其實就懂了 嗯嗯 然後也比較主動的會去做 舉例板三 或是做比較多的事情 是 那因為他們那邊人比較多 所以他們搶工作的機會 應該也比較競爭對不對 確實是比較競爭 所以如果你要往上爬 是不是要 可能要互相撕殺 也攻鬥戲的感覺 好像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我自己是沒有經歷過 我自己是沒有經歷到這種事情 因為你去就當主管了是嗎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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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在大陸也是小小的員工 嗯 我是主管啊 嗯 只是說我聽到我朋友 周圍的朋友 他們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 會為了一些事情而去 做一些不擇手段的事情 嗯嗯嗯嗯 所以不擇手段 會有比如說 比如像女生 可能就會跟主管比較好 你懂我意思嗎 會有這種嗎 有 你有聽過 有 哇塞 對 而且就是說 可能晚上 就下班以後啊 嗯 可能會 跟蹤主管 回家 跟蹤主管 對 那他們會晚上會常需要到應酬嗎 因為像我知道 韓國跟日本 晚上都要很多應酬 嗯 我覺得是要看職業 嗯 對 因為就像我職業的話 其實 我的職業是業務 嗯 所以呢 有時候就是在下班的時候 因為客戶的 關係 嗯 所以我常常就是 有時候會就是會 會去應酬 就吃完飯以後 還有到第二段 喝酒啊 或什麼之類的 對就是 摸一下這邊 之類的 酒店 酒店 會去酒店對不對 對 就是 人家說的是 方便的放前面 不方便的放後面 對 這樣子 台灣跟大陸工作 還有什麼差別 因為我覺得 我為什麼會想要在大陸工作的很大 原因是 因為大陸是真的很大 對 可能你從A層次到B層次的話 嗯 可能光坐高鐵 就要坐四個小時啊 四個小時 對 甚至到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你說從最南到最北這樣嗎 不是哦 這樣說好了 我曾經呢 呃 從深圳 嗯 坐高鐵 坐到上海 嗯 當時是為了省錢啦 坐高鐵 我就坐十二個小時 整整十二個小時 在高鐵上面嗎 在高鐵上面 對 這樣不會做到屁股很酸嗎 非常酸 而且非常的累 但是 現在 其實在大陸的話 他們高鐵是非常的發達 嗯嗯嗯 對 像現在的話 你可能從 深圳 就是最南邊 嗯 然後你到 他們的首都北京 在最上面嘛 那 超多十二個小時 再加六個小時 十八個小時 也是很久耶 你看我們的台北到高雄 我到高雄搭一個小時 讓我都覺得有點久了 還要搭十八個小時 對啊 我覺得在大陸 非常的大 但是我在那邊 為什麼會在那邊 是因為我覺得 那邊會讓我有想要就是去 到處旅行 嗯 對 在國內就像出國了啦 哈哈哈哈 在國內就像出國 為什麼我想要在大陸 嗯 其實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說 呃 第一個 你看的 看的東西比較廣 嗯 然後呢 你認識的人也比較多哦 人與人在討論的東西 嗯 更國際 嗯 因為 畢竟我是在一個 上海這種大城市 對啊 那那邊就是比如說 因為他可能從各個地方來 那會不會跟同事之間的相處 會不會比較 比較難相處或什麼 因為他們可能從 不太一樣的地方環境過 比如說像北方的人 跟南方的人 會不會就是 其實個性也不太一樣 會 會對不對 其實會 對啊 就像北方的人 不管是做事 或者是說 在說話的時候 他們都是比較 所以 豪爽果斷 嗯嗯嗯 那 可能是 南方的人的話 他們在說話 會比較稍微 油膩一點 嗯 然後會 猶豫不絕 所以像我在 我的工作上面的話 我比較喜歡 跟北方人合作 因為他們就是 不扭捏啊 說什麼就是什麼 對 然後也不會跟你殺價 嗯嗯嗯 但是 你在南方的話 就是 他 他會猶豫不絕 嗯嗯 然後呢 到後面就說 陳先生 可以再便宜一點嗎 再便宜一點好了啦 我跟別的客人 買這個價格 你再便宜一點 補一點 然後我就跟你買 扭扭捏捏的 搞不定 你在大陸工作這麼久 雖然都是講中文 但是是不是用語 會不太一樣 因為像我知道就是 比如說可能 他們都會講 視頻 視頻就是影片 對 會不會有這種 然後你那時候 剛去的時候 會有點不習慣 他們的用語 其實剛開始去的時候 會不習慣 但是其實你聽久了以後 其實你也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嗯嗯嗯 就算其實 我最近回來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回來的時候 我去我們家的那邊的區公所 去辦事情 嗯嗯嗯嗯 那我就問了一下那個 辦公的原因說 欸 不好意思 我請問一下這些東西 我要準備什麼材料嗎 材料 對 那什麼東西啊 材料 對 那 是我要搬木材過去嗎 不是不是不是 對 呃 他們就給我很多的黑人問號 嗯 他說什麼是材料 對啊 什麼是材料啊 對 然後呢 我想了一下 哦 對了 我的用語不是這樣子 是 是資料 對 因為他們 他們的資料叫做材料 這樣嗎 對對對 後來的話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就像 我時候晚上我出去跟朋友玩酒 嗯嗯嗯 然後呢我就跟朋友說 欸我要先走囉 那我先去叫負負車囉 哈哈 我知道我知道 有計程車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我自己也是一樣會轉不過啦 這種事情 我覺得 大陸人他們很奇怪就是 他們覺得 他們在學台灣腔 就一定要加一個說 幹嘛這樣啦 但是他們講話就覺得很突兀 像我們自己講話的話是 欸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會說 幹嘛這樣啦 他們會改台灣比較刻意一點 對 然後呢 就會好像告訴你自己說 欸 很多人都 都以為我講話都很像 台灣人 欸 可是其實根本就沒有 一點都不像 我覺得沒有 然後每次就是 這樣子就是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就會默默在旁邊放白眼 哈哈哈哈 那我聽說就是很多人都想去大陸工作 原因是因為那邊心血比較高 那他們這邊真的也心血有比較高嗎 整體上來說 整體上來說的話其實確實是比較高的 嗯 我前陣子了解到 嗯 就是大陸的年輕人 大學畢業生喔 嗯 他們畢業以後他們的底薪才多少錢 底薪台灣大概就兩萬八 兩萬八 嗯 招倫年輕 當大學生 畢業以後呢 他們進到一間公司的底薪呢 是八千塊的年幣 三萬二 對 那其實很高耶 非常高 嗯 對啊 而且我說的這只是 一些小企業 嗯 對 因為他們可能比較厲害的大學畢業 可能就會去比較大的企業 所以心血會更高對不對 對 就像那個 海底撈 嗯 我再次我去吃飯的時候 我在跟那邊的服務員 嗯 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們的底薪 底薪喔 就八千塊 也是八千塊人民幣的 那他們那邊 薪水也算高 可是生活會花比較多錢嗎 確實比較多錢 就是開銷比較大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你說 在大陸工作你賺得多 其實相對花的也比較多 嗯嗯嗯 那你要不要給現在如果 還想去大陸工作的人的一些建議 在大陸的一些長輩 曾經告誡我的一句話 就是 就只有台灣人 才會害台灣人 蛤 什麼意思 我就覺得為什麼他這樣說 因為我是覺得就是 今天只要你拿出你自己的一個禮貌 或是你對別人好 我相信別人也會對你好 這是我自己灌的態度 對 但是我後來 發生了一些事情 我真的就覺得 就覺得就是 真的這種台灣人會害台灣人 就有一些厲害關係或什麼的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呃 台灣人是其實是可以團結啦 然後大家互相幫忙 真的在大陸 我看到就像 日本人或是像韓國人 重者他們在不好 但是 只要發生事情的話 他們真的是一致對外 各位不會想外彎 如果你真的要在大陸工作的話呢 大家團結啦 大家團結啦 哈哈哈哈 我們團結一心 就是台灣跟大陸工作 當然會有它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大陸薪水比較高 台灣可能薪水比較低 可是有些人可能去大陸之後 可能覺得生活也不適合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選擇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多次去外面走走看看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是的 對 不管你是要去大陸 或是去日本或是去韓國 我覺得都可以出去看看 然後外面生活你喜不喜歡 如果不喜歡你再回來 其實也是不錯的對不對 是 那如果你喜歡你就在那邊 就繼續做 這樣你應該還會繼續在那邊做吧 是啦 目前為止的話 還是考慮在那邊 那如果你今天喜歡我們內容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我們今天謝謝若晨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